1、2、3、4 劍走运动前在专业教练带领下先跳个暖身操 舒展筋骨包括安乐区长简易哲 市议员郑凯玲、吴华佳 以及投入国民党党内立委初选的前副议长林沛祥 和已经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市议员张炳君等人 都亲自到现场和民众同乐 激动式运动爱台湾安乐区社区健走记新住民嘉年华活动 在激动长庚医院情仁湖院区登场 吸引1500多位民众一起走出户外 小爱爸爸激动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参加 鼓励大家多走路多运动拥抱健康 我们郑锦州理事长 我们张炳君议员也是我们立委参选人 然后我们文规秘书 还有昆和还有检区长 我们前议长我们林沛祥议员 郑凯琳议员 还有救国团的会长们 还有物华嘉义员 我刚刚有称呼到吗 好像漏掉了对不起 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大朋友 各位同学小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又不是太热 所以今天小爱爸爸很开心 来跟大家一起活动健走 祝今天很多贵宾 赶快让他们家一一跟大家问候 还有在座所有的里长们 祝大家今天运动的愉快 健康身心 谢谢大家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等人 一起鸣枪后启动 参加的许多民众和团体 以及里长们 则是先要求和小爱爸爸 市长谢国良 以及议员们合影留念 谢国良也展现亲和力 来者不拒 你看爸爸站不站 站 参加健走的民众 从园区出发一路 走到情人湖公园 边走边欣赏盛开的油桶花 吸收森林芬多金 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日周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